吉隆坡市政局一名高官 涉嫌收取百万贿金 日前被反贪会逮捕 延长扣留住查 当事人扣留期限今天届满了 推示允许警方即日起 二度延扣他四天 而同样怀疑涉案的 巫统前总秘书 那都斯里东郭安南的 前新闻秘书和另一名公众嫌犯 今天则个别获准以四千令吉 和一名担保人保释外出 来看一组法庭消息 反贪会上个星期四 在首都一家餐馆 逮捕一名龙市政局副主任 和五名男子 并将他们严扣五天 协助调查一宗承包商 贿赂工程的案件 随着扣留期限今天届满 推示萨威拉今天批准反贪会 严扣涉案高官和其中两名嫌犯 四天深入调查 该名高官被指涉嫌 收取好几名承包商 总额20万令吉的贿金 作为批准市政局项目的酬劳 同样被指涉及这一起 龙市政局贪污案的 前巫统总秘书 拿都司里东顾安南的 前任新闻秘书和另一名嫌犯 今天个别获准以4000令吉 和一名担保人保释外出 不过两人的护照 必须上缴反贪会保管 邓家楼方面 邓家楼公共工程局的 两名公务员涉嫌串谋 利用第三方公司之名 为妻子争取该部门的项目 结果被反贪会逮捕 两名年零38岁和40岁的嫌犯 分别在昨天下午2点半 和晚上11点落网之后 今天被押网瓜登推市厅 申请延长扣留令 推市允准警方 延扣两人7天 直到19号星期天协助调查 当局将会援引反贪会法令 第二三条文调查此案 另外一名61岁的联邦土地 开发商阿布巴卡 因为捏造一个假的 邮宗投资计划 结果今天被押网 彭恒关丹推市亭 面对三项欺骗罪名 但他否认有罪 当事人被控去年10月 到今年4月期间 欺骗一名64岁 同样是开发商的朋友 1万令吉 5000令吉和3万令吉 说服对方投资一项 不存在的邮宗投资计划 地处刑事法典420 欺骗条文 一旦罪名成立 可被判监禁10年或罚款 推市允许他 以1万5000令吉保外 案件则定本月31号过堂 NDP7 综合报道